玉利二战的硝烟熄灭将近30年的时候,最后一位日本士兵才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菲律宾投降,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在战后30年才愿意缴械认输呢? 这个日本兵叫小野田宽郎,是彻头彻尾的战争狂人,自小就接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洗礼。 二战爆发后,他被派遣到菲律宾参加太平洋战争,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,他被上司命令留在岛屿上继续作战,只可以战死绝对不可以投降。 部下很快就被剿灭了,他只能逃到深山当中继续富于顽抗。 1945年,日本正式宣布投降,然而消息却并没有传到小野田宽郎的耳中,所以他就一直坚守山中,并且与当地老百姓打起游击战。 随着弹药和物质的不断损耗,小野田宽郎只能开始学习打猎,还时常去偷鸡。 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,他待了整整30年,却一直没有接到任何让他撤退的通知。 直到1974年的一天,日本青年山景到菲律宾的森林中探险,才发现了早已成为野人的小野田宽郎,他身上还裹着破烂的军装。 由于长时间与外界隔离,他丧失了基本的语言能力。 经过艰难又漫长的沟通,他的身份才被得知。 然而当山景告诉他日本已经投降时,他还不信,被迫无奈的山景只能回日本,请来原先的上司。 当他亲口听到撤退命令时,顿时失声痛哭。 回国后,他受到了日本狂热分子的欢迎,却拒收政府百万未劳金。 也拒绝于首相和天皇会见,因为他坚信真正的天皇是不会投降的。 2014年,小野田宽郎病逝于东京,对于一个军人来说,他是坚决服从命令的典范,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仍牢记自己的天职。 但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,他却是残杀无辜的恶魔。 30多年里,他疯狂地打死了100多人。